黄盖讨令 愿去曹营乍乡 周瑜一下子愣住了 他从心里望外 佩服黄盖的忠心 可是周瑜摇了摇头 黄盖有点着急了 嘟嘟 此计不能左思右想啊 您就赶快传令 这 周瑜话到嘴边了 他又不说了 哦 黄盖明白了 嘟嘟啊 您是不是怕我去曹营乍乡 难以取得曹操相信 周瑜点了点头 不错 老将军 曹操乃士之奸雄 您就这样去 他怎么能相信 那么一嘟嘟之间 我倒想好一计 足可骗过曹贼 怎奈 老将军你 年事已高 吃不得 此苦啊 哦 黄盖明白了 嘟嘟 难道说 难道说 你要用苦肉计不成 嘟嘟啊 我黄盖 愿丹此计 前往曹营 啊 周瑜听得这声 轻轻摇了摇头 随之他一百手 随之他一百手 不 老将军 使不得呀 怎么周瑜又犯了犹豫了 啊 这个苦肉计可不是一般的计 不是打个三板子五棍子就去了 起码得一百军棍 打得得皮开肉战鲜血淋漓 不然人家曹子能相信吗 黄盖又这么大年纪了 是我江东三十老臣 开股元勋呢 他能吃得消吗 周瑜这犹豫可把黄盖急坏了 哎呀 嘟嘟啊 这都什么时候 您还这样犹豫豫豫 我实话跟您讲了吧 黄盖守江东三十后闻 总然伸手翼竹 纷身醉骨死 满软 怨嘟嘟下令 周瑜听得这声 他浑身直斗 帕他自己为万后这么一甩 蹲蹲蹲移 倒退了几步 冲着老黄盖一共手 老将军啊 只能在三江破草 我家主公孙权成其霸业 全赖将军 老将军请上 受伙一败 说得点刹 他们战袍一条 扑通就跪头在黄盖的面前 老黄盖也赶忙给都督跪下了 他们互相搀扶着起来 两个人落座商量了一番苦肉计 随后黄盖才悄悄的离开了周瑜的大仗 第二天一早 周瑜让鲁肃 把孔明请到大仗来 说有重要军机商议 然后勒一鼓巨匠 三通巨匠鼓响过去 文官武将都到了 文在东武在西 看那些文官一个个是鹅官不带 众武将枯一甲鲜明 周瑜都督在率安后秉证归坐 旁边有一把大椅 那是给客人孔明先生准备的 主格梁进来往那一坐 周都督身后站着捧剑官捧应官中军官 大张张口外边左边有龙头棍虎头棍 右边是二白消刀手 可毫不威严一座中军宝障 都督左手一恩佩剑 右手轻轻的一坛至几灵 列为将军大人请聊 大家急忙一共手 嘟嘟嘟嘟嘟 说我奉主公之托呀 率三军破草 如今曹操 领百万虎狼之师 屯兵将杀 我们和曹营相比是重寡悬殊 就是说曹操人马太多了 咱们江东人马太少了 指日破草谈何容易 说是想着一仗就把草子给打败了 那太困难 本都我想从今日起 分发给各位将军三个月的粮草 以防御为主 这仗咱们暂且先不打了 咱们先守他几日看看 嘟嘟的话刚说完 游打武将中一闪身 走出一位了 正是老将军黄盖 嘟嘟且慢 曹操虽有百万之师 不过是乌鹤之重 今日我既然领兵兵具三将 就应该以战为上 怎么能够守呢 领三个月的粮草 领十三个月的也无济于事 岂不被曹操耻笑 要是这样守城啊 那倒不如听张子布之劝 谢甲倒戈 我说是面北称臣 咱们投降就算了 诶 嘟嘟一听把脸色沉下了 功夫说的是哪里话来 我主孙权有令 言降者必斩 我说发给众将三个月的粮草 防守不等于是投降啊 此乃批兵之计 曹操时间一长 他就受不了了 因为他领的都是北方的人 哪不惜水性 这样时间长了 这么一拖 就把他拖垮了 哎呀 荒盖轻轻摇了摇头 嘟嘟此言诧异 这是什么批兵之计 这不是抱头挨打吗 你领三个月的粮草 在这守着呀 人家曹操就让你这么守着 他非来攻克你三将不可呀 与其那样 还不如投降 起优此令 啪 周瑜把大令摔在桌子上 方才我已经告诉你了 主公有命 东吴有言降者必斩 告诉你一遍你怎么记不住 连连说详是何道理 吩咐所有 刀扶手 将黄盖推出 斩量 周瑜生气了 哎呦 当时掌中文武哗的一下 全紧张了 老黄盖冷笑了一声 哎呦 嘟嘟啊 我黄盖黄公父自从跟随先主孙谦 称霸江东以来南征北战 东挡西杀 功无不胜 克无不取 只知领兵长驱直入 还不晓得什么叫 以防御为主 我还没守过城呢 在那时可不知嘟嘟你 在何处 哪有你周瑜 这下可把嘟嘟给气恼了 大胆 宋斩 爆来 哗啦 一下武士们就把老黄盖给退出去了 哎呦 可把帐中的文武吓坏了 这可怎么办呢 只见武将之中逃出一个人来 一共守 都督 刀下留人 周瑜一看是干宁干行吧 行吧有何话讲 哎呀 都督啊 荒盖老将军乃是我江东旧臣啊 是我主孙权骨公之将 就像主公的胳膊腿一样 没有战胜曹操之前 怎么能杀此老将 这样愚军不力 往都督饶术 呸 大胆干行吧 敢乱我军发 吩咐所有乱棍打出 一顿棒子把干宁从大仗里边给打出去了 这些子文武可吓坏 看来都督今天是非杀黄盖不可了 那怎么得了啊 黄盖是江东重臣呢 怎么就能这样轻易给杀了我 这怎么也得说个情啊 看来一两个人讲情是不行了 中文武不约而同呼啦 一下全跪下 大家几乎是异口通声啊 望都督将黄盖黄公夫老将饶术了吧 虽然他冲创了都督 可是呢 也不能杀此老将 这样愚军不力 能不能暂且把黄盖的罪行记下 等破槽之后再斩他不吃 周瑜冷笑一声 若不看在众文武的面上 焉能饶术 吩咐人将黄盖推了回来 把老将军给推回来 旁边有人冲老将使了个眼色 那意思您宽一点 谢都督不展之恩啊 黄盖这倔脾气还上来了 他往这一站 舔胸蝶肚问周瑜 周都督为何这样推来推去 要斩就开刀吗 他还活了 周瑜这个气 好大胆啊 若不是文武苦苦哀告 焉得能饶恕你这条命 如今还敢这样藐视本都 死罪虽然免去 活罪难容 拖出战口 众则军棍一百 这个大 当时就把老将军给摁倒在地了 众文武又来说情 都督啊 他若大年纪 如何能经受得住这一百军棍 往都督您 革外施恩 周瑜可不让了 你们这么苦苦说情 我已经把他的死罪给免了 现在我要打他 你们还给讲情 真是极有此理 他 他 话 都把帅暗周了 吓得闻武一个个变言变色 赶快归班 谁也不敢言语 这时会儿行行的就过来 啪啪 鞠棍就打了 哎呦 一棍是一棍 一棍比一棍做事 那一棍下去就是一肉领子 跟着又一棍下去 啪 那肉领子就破了 血就窜出来了 好家伙 那么大年纪 年轻小伙子也受不了 村心疼痛 那黄都立大小的汗珠子 顺着黄盖两鬓 往下躺 黄功夫把牙关一咬 是一声不哼 和嘟嘟就是这么定的 这就叫苦肉计 自己不哀这顿暴打 怎么能够破曹兵百万 周围的文武可受不了 可把那鲁肃给机会 鲁子经看了看 张昭张子步 那一丝子步 你给说个情吧 张昭吓得都有点哆嗦了 还敢过去说情 他看看鲁肃心里 说算了吧 你没看嘟嘟气的 脸都白了吗 哎呀 此境又看看老将军成谱 哎呀 老成谱低着头 那站着呢 脸都紫了 这时候您再看那个曹营来的那菜中菜和那俩翔将 腿都怒了 这俩魂都出窍了下来 心里说我的天哪 我说江东周瑜名气这么大那么厉害呢 感情的真大活人呢 那么大岁数老头安那儿就走 好家伙 俩人互相看了一眼 心说咱俩可得格外小心点 稍有疏忽 露出一点马脚 嘟嘟非被咱俩剐了不可 鲁肃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都不好使啊 没人搭理他 可不鲁肃急坏了 心说这怎么办 哎 他一眼看见孔明先生 心说诸葛亮 您给说句话吧 您比我们面子大呀 您是客人哪 别让老将军受这样的折磨了 他急忙 冲着孔明先生 使了个眼色 嘿 这位孔明先生可真好 坐的那会儿稳稳当当的 连眼皮都不抬 右手拿着这鹅毛大扇 左手啊 就捋那扇子铃 他可真消闲 大帐里你爱怎么乱怎么乱 与他无干哪 你说这事怎么办 子敬有点生气 心说孔明先生您不对 您再怎么说是这儿的客人 咱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槽 这今儿个都督一怒 要把黄老将军给打死 这怎么算呢 哦 看来这不是关羽 张飞和赵云 要打他们 您早急了 合着我们江东这儿 打死一个少一个啊 哎呦 子敬想到这儿看了看 都督心里说 都督 您赶快下个令吧 别再打了 再打黄盖老将就活不成了 紫敬一看周瑜 站的那儿 浑身直斗 看都督 牙关紧有 紧锁没风 他头上的那纸鸡铃 微微之颤 看来都督是气的 其实哪啊 周瑜都督是疼的 疼黄盖 那没打一棍 打得黄盖的身上 就如同打得周瑜心声一样 可是他怕有人 看破他们的巧妙机关 卢子敬看看都督那样 他也有点担心 我要过去一说情都督 会不会火了 把我按那也打一顿 哎呀 打就打吧 我连情都不说了 干脆我替老将军领行得了响 到这儿 蹚蹚卢子敬 挤步过去扑通 他就趴在黄盖身上 都督绑下留情 卢素愿替黄盖将军领行 打我吧 嘶 嘶 嘶 嘟嘟 嘟嘟轻轻吐了一口怒气 哼 若不是鲁肃先生领行 因能将黄盖饶术 斩打五十 那五十军棍 全且计下 待破槽之后 再重罚于你 散 炸 把刨又一抖 腾腾起步 周瑜进了寝帐了 到了寝帐之中 周都督的眼泪啊 就止不住了 哭了 腾黄盖腾的 大仗中的文武一看 都督怒气冲冲的走了 大家这才轻轻吐了一口气 可把曹操派来那俩乍降的菜中菜和下坏 魂都出窍了 这俩站在那那腿都木了 怎么回事呢 他们俩从来没看你过这么厉害的将帅 我的个天 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咱俩在这卧底可得格外小心 稍有疏忽啊 周都督飞帆 咱俩寡了不可呀 不说这俩在这哆嗦了 那些众将忽拉过去就把老黄盖给扶起来 黄盖已经昏过去了 他们掺着溜了半天呢 才唤醒过来 这儿急忙 把老黄盖给送进他自己的大营 那些文官们一个一个低头搭了脑袋 都溜达了 最后孔明先生也站起来了 把守望后这么一背 溜溜达达去大仗出来 叫着那两个小童儿走啊 回船上去歇息 孔明先生也走了 卢子静急忙跑到了黄盖大营前来探望 哎呦 这军校正在给老黄盖上药呢 黄老将军是一阵昏迷一阵明白 卢子静到这儿看了看 哎呀 他的伤太重了 这五十军棍 哎腿上有五寸点大小的一块肉给掏下去了 打得真狠啊 子静这个气啊 都督让你们打 你们就轻摸敲的打两下得了 怎么这么打呀 子静再看 扶持黄盖这几个军校 那都是老将军的亲随呀 眼睛都哭红了 还不如我们替老将军挨这顿打呢 都督 心太寒了 子静怕他们乱说 告诉这几个军校你们要好好扶持老将军 如果老将军稍有差池和意外 我拿你等试问 这几个军校一听 子静先生 你拿我们试问干什么 你劝君都督 少打老将军两下不比这强吗 少废话 子静说完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然后又告诉一声 谁也不许来随便探看黄盖将军 让他好好养伤 来人不许让他进来 卢子静说话真算数 哎哟 那叫暂军呢 按现在话来讲总参谋长 说话不灵能行吗 吩咐完了子静回的大帐里边 越想越生气 真是怪 这是怎么了呢 都都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 老黄盖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 子静想来想去呀 最使他生气的 就这孔明 你说你怎么一声不言语呢 不行 我找他去 气得子静跑江边来 腾腾腾上了船 孔明先生一看啊 子静你来了 来了 坐下吧 嗯 我坐 哎哟 子静音和面带不悦 露宿这气面带不悦 我能高兴得了吗 天上 你今儿做的太不对了 孔明愣了 我怎么了 在大仗之中 我家都督怒责黄盖老将军 你怎么不给说个情 我们都是都督的部下 谁也不敢直言苦见 怕气恼都督 可你是客人呢 你要说几句 那比我们的面子大得多呀 你怎么会一声不响呢 难道我们江东的人 打死一个少一个不成吗 子静话刚说完 孔明先生乐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子静 何必前来与我相戏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啊 子静音听什么 相戏 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 我说的是真的 什么真的 子静 你就没看出来 这是都督定的遗迹吗 我怎么解决 一个愿意打 一个愿意挨呀 都督准备要大败曹兵 在败曹兵之前 他很可能想派一个戏作 到曹营去诈祥卧底 轻易跑的曹营 那曹操奸诈无比 怎么能相信呢 只好用苦肉计 我孔明 怎好相劝打扰呢 哎呀呀 孔明先生几句话 子静心里哗啦一响 全明白了 哎 多谢先生指点 可不是吗 我就搅着这里边有点事 可子静心想 都督您这事办得太严密了 怎么连我一声也没告诉 先生 我想您告辞 且慢 子静啊 你回到大营 都督如何要是问起来 孔明实没识破我这个计策呀 你说没有 你可千万不要给我说破呀 嗨 先生 您放心吧 我什么时候给您说过 你没少说哟 每说一次 都惹起都督不痛快 上次草传借借 我是没给您说呀 对呀 如果你要说了 那借就借不成了 今番你要给我说破 都督这一计也使不成啊 破不了曹兵 子静 你可要负责呀 先生 我记下就是 子静高高兴兴的回来了 他先到中军帐 一看都督正在打仗里边背着手指舵步 哎 子静 你这是从哪儿来 我在各营中看了一看 哦 子静 我今天在中军打仗 责打老将军还盖 文武之中 可有些议论 哎呀 都督 简直是纷纷议论 议论些什么都满愿 都督 您心太狠了 哈哈 哎 子静 孔明说些什么 连孔明也埋怨您 这事做得不对 哈哈哈哈 周瑜笑 好不如意 这次总算瞒过了 孔明 哼 子静心想您根本就没瞒过 是孔明先生告诉我的 哎 都督 您何必这样责打黄盖 哎呀 子静 我没来得及对你说呀 我这是用的苦肉计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千万 不要泄露 此命 说着 周瑜都督递给子静一包药 这是最好的好药啊 子静 你把它送给老将军吧 哦 自命 子静把药送到黄盖的大仗去 然后自己回应 就在这天晚上 就在黄盖这大仗旁边 有一个人在那转来转去 因为这个人呢 知道鲁肃有令 不许随便进帐 探看老将军 他着急 走吧 还不忍 看吧 还不让 他在这儿转了半天了 老将军黄盖这时候苏醒过来 问身旁的军校 掌前可有人前来探望 启禀老将军 侃泽先生在掌外 哦 赶快把侃先生与我请来 是 军校出来 把侃先生到外边给请进来 就是在大仗外拽悠的这位 此人姓坎明泽 自得论 是会计 山阴人士 现在是江东孙权的谋士 此人自幼家贫 念不起书 怎么办呢 他借书看 目览时行 只要看一遍 牢记不忘 此人有奇才 而且非常雄便 特别能讲 胆量还过人 在江东文武之中 坎泽先生和黄盖 非常要好 今儿个都督怒打黄盖 坎泽觉得很奇怪 他进仗来 先问问商事 然后他往前一栖身 老将军 难道说您与都督 素有狭嫌不成 您和都督有仇吗 没有 哦 坎泽用手一推 胡须 微然一笑 我明白了 这是苦肉计 哎呀 还该一把手就把坎泽拉住了 德润哪 你一言道破 千万保密哦 果然不错 可现在我还有点为难的事情 我伤成这样 怎么能让曹楚知道我去想他呢 我想派一人去曹营 送风乍乡书 坎先生听得点点了点头啊 老将军如不嫌弃 俺坎泽愿望 我给您把这书信送去 哦呀呀 先生 此去曹营如闯龙瘫入虎穴 有有去无还之险啊 如果被曹楚砍出半脸破绽 那您就回不来了 望先生深思 哎 老将军年过花甲 耿耿忠心 不必刀剑 俺坎泽甘愿笑死 说完了 坎先生连夜写好这封书信 他乔装改办成一个渔翁模样 假一夜变舟飞往曹营 想书 啊 那你 必要 诞玩 我 记得 有